2月1日,凌晨5点,周四 2024度,二季风 第一就是有雪有冰啊 这场目标20k,20k不可能了 一小时,一小时有氧 昨天前天上吐下歇 瘦了2斤,尽量乘104 现在跑一小时有氧,回复一下 12k,一小时有氧,结束,跑了 一小时零一分钟 今天不畅快 今天虚弱 没劲儿,赚得不好 心率133,配速509 心率也不低,配速也不高 就是状态不好 心率不会 心率不差 心率反应设计状态 最高心率145 最快一公里46 上升了41,下降了49 不平195 不扶99 不扶99 这不平真散了 不平 调整了半个月 从185 从185调整到195 不能再长了不平 195行了 195先跑着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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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不平的方法 就是 心理暗示自己 小碎步 在保证配速的情况下 小碎步 尽量缩小不扶 不平19算来了 维持你预定的配速 暗示自己 不扶小一点 或者说穿几番细 这运动软件都有几番细 这运动软件都有几番细 不懂了 又好软了 KIPP了都有 配合四步一吸 四步一呼 好 踩上点 或者是反步 也行 几番细 听几次也行 也提高不平也是个好方法 这个 维持跑量啊 但是 有些事是不可抗力的 就像 昨天早上似的 前天我跑20 到家到没事 吃饭也都正常 上午开车的车里坐着开车 我就觉得胃不舒服 哎呀 就不舒服 一上午就不舒服 中午就想吃点咸的东西 板面嘛 板面 咸 我都多长时间不上饭店吃东西 都在家自己自己整 哎呀 我就想吃咸的东西 去吃板面 吃完就吐了 我就 我就 太没想到是胃肠感冒呢 我就想 这可能胃出问题了 胃 胃的毛病 晚上我就回家了 都中午回家了嘛 回家睡觉 睡觉 下午起来 出车 出车到晚上 浑身开始疼啊 关节疼 肌肉疼 完了 还发冷 发烧了 哇 买了回家正经水 家里有那个 伞利通 我还对对对 兑肩一分 那个 上我妈家吃的饭 吃的馄饨 吃了几月就 到家吃呢 那个 前天晚上 我说是前天晚上 到家吃上那个 回家正经水 和伞利通 就吃上去吐了 又吐了 然后又重新吃 重新吃回家正经水 和那个 推草药 就睡觉了 早上起了 四点钟 醒了 我媳妇说 你疯了 我 我说 我是疯了 那我真爬不起来了 昨天早上就没爬起来 新年计划就被打乱了 没爬起来 早上起来 吃点东西 又吐了 中午吃点东西又吐了 又吐了 又吐几次 吐这么三次 四次了吧 蟹蟹了一次还行 主要是吐 这不然是女人呗 下午大家待也待不住了出来吧 早上下午 出来出车 哎 缓过来了 感觉身体装点好了 咱下午又去吃饭面 又是还想吃咸的 哎 没事 昨晚又吃车 回来这边去 今儿到点醒了 晃晃脑子感觉没事 挺好 挺好的又 看着干嘛 出来了 一小时有氧 就行 回复一下 有时候这个跑量啊 我上个月 一月份干了455 这455就是说 一位备赛一个这个 净磨虎马拉松 又备赛 备赛净磨虎马拉松 有一个赛前减量 有一个赛后的 赛前的减量 赛前调整 还有赛后的一个恢复 这就影响跑量 再就是这个 突发的这个感冒 影响跑不了 影响跑量 跑了455 500都没跑上 哎 就是说 跑量是王道 但是保证跑量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个艳跑情绪 我能 我能克服 这个艳跑情绪 我能克服 这个自律能力 这块我自己有信心 但是就是这个 突发的 这个情况 好 尽量克服 尽量保证跑量 要不这个 5月份 81000冲击250 那真他妈成吹牛逼了 我这吹牛逼不 不屑一顾 猛干 不吹牛逼 加油